哈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今日国际大棋局的第二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订阅、按赞、按赞 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我们,打赏我们,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订阅梁锦祥工作室的Patreon 大家记得,今天这个国际大棋局播完之后,就不要走开了 因为我们紧接而来,就会新鲜滚烈,就立刻上我们王牌节目 天元解密,今天王化宁师傅和台长梁锦祥都会就这个1416 以及是否会发生大型战争,就和大家探讨这两个议题 我个人觉得内容是很震撼的,所以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与此同时,大家也支持我们这个清酒神秘学 就是昨天那一集,因为说这个七姊妹星人 以及里面也介绍了几款,很好喝的酒和一些食物 大家可以去到瑞德堂去看看 另外,我们的美食博主,我们的Joyce Biaka 他新一集的拍摄教主食物 未来都会很快推出,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还有,昨晚我们也上了蝎子王 就是说EDC Everyday Carry 现在这个世代有一些防护装备,或者有些女士 可能有一些防身的装备去探讨 这些议题一般来说,华人圈子就比较少 因为通常外国就会流行去探讨这些装备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这些都是实用的 尤其是在乱世那里 最后也跟大家说说 火爆大叔 昨天有一个小电影 其实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来拍的 就是说他还原90年代 这个特种部队 其实他们一些平民的打扮 尤其是CIA 比如说SAS 他们都流行的 就是这种平民方式的打扮 当时就没有这个 比如说511系统 和911系统 那些的平民装备 纯粹真是一个 好像看上去是一个平民化 一个工人 或者是一个普通在街上走过的人 但是 他是配合上一些战术背心 他也是特意去配合那支枪 其实就是M733 就是现在最享负盛民M4A1的前身 就是M4A1的始组 当时这支枪很少有的 当然是玩具模型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看 这一条是用一镜到底方式来拍的微电影 支持我们不同的主持 好了台长 是 那今天第二节的主题 是不是好像刚才上一节 你预告了 就是要继续跟进陈力军书基的事呢 当然啦 就是这个 书基被捕这个呢 是引起可以说 差不多叫全球性的震撼 那我说这句都不是老作的 如果你看昨晚的新闻呢 就是很多地方的官员呢 都就这件事有回应的 但是我要曝一曝呢 就是其实现时的准备发展是怎样的 那我们 就是複述回那个事情的始末 就是首先是 就是大约翘寶强 就是老师 就是612基金 就是612人道支援基金 其中一个训练人 有五位的 就是阿许宝强在机场的时候呢 被捕 就是 那现在那个 在这些外国的官员呢 他们都有这样的论法 我们已经说了 但这个可以引述他们的说 就是美国国务院 白空和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员呢 Curt Campbell 其實這是一個挺重要的人 都回應了這件事 另外其中一個就是Net Price 就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他強烈譴責的事件 形容拘捕反映香港當局會利用 用盡方法打壓異己和出局人權 而這個612基金的信託人許寶強在機場被捕 也都反映香港當局有一份禁止出境的名單 我相信後面那一句都是我們之前說的 我想這個名單本身都不需要質疑 只不過這個名單的人名裡面不會公佈 另外就是其中一位信託人何秀蘭 他其實正在服刑 他就沒有報他的名字出來 他正在服役的67歲被捕女子繼續還押 這個應該是說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 舒基其實昨天晚上就已經可以 前晚不是昨天晚上 就已經可以離開警署保釋的了 那他昨天早上他離開修院的時候 他就沒有回應 我相信他也很小心 也不想引起太多的一些不必要的爭議 現在整個焦點就在梵蒂岡那裡 現在現在說一樣東西就是 梵蒂岡在這個情況之下 竟然說舒基去被捕這個情況發言 就令到大家很失望 但是對於我來說我就不怪奇怪 因為梵蒂岡去處理這些事情 其實他要看看自己的性格是怎樣的 那現在他是很急於 也很想和中國去建交 但是我始終沒有礙於 就是那個形象的問題 如果太急的話呢 就可能會令到大家 對於教廷那種的宗教權威 就有一點點失望了 那原來很簡單的 因為教廷要對誰負責呢 他是對神負責 不是對世人負責 那神在這方面有沒有指示呢 那就靠這個教宗才知道 但是我們對於神的理解 就是一個公義的象徵 就是說這裡是對的 有些東西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呢 就不是說那樣東西 是不是一個政治的考量來的 比如說 你現在在中國那裡 可以建立一個正式的教堂 但是對於神來講 這個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公義在那個地方 可以不可以彰顯 什麼是公義呢 那教廷自己很清楚 你看看《聖經》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多說 現在對於香港來講 最大的疑問有兩個 如果我們是在香港去拘捕這些人士 然後應該是會看回 就是警方會跟進回 就是612基金的那些捐款 如果你有查法 看到就是國安法頒布了之後 其實大部份的捐款都是用無名示的 但是用無名示 究竟那個 譬如他進入那個方法是怎樣的 譬如說 用無名示 我相信一定不會是 是無名示 如果是無名的事,大部分都是現金來的 那越多越大筆的,就可能都是越是現金來的 但是對於那些真的捐過了 而覺得自己又沒有什麼不怕的時候 那他們會不會跟著成為這個被調查的目標呢? 那這件事本身照計就不會的 因為為什麼呢?那個捐款的時候 我純粹覺得她是一個人道的基金,我支持她 那我怎麼知道她不會違反那些國安法 因為我不知道她做什麼的 我就是相信她這個基金會用在一些人道的 或者是一些幫助人的途徑上面 而我不會知道她是故意違反這個國安法的 但是這個是我們以往對那個法律的認知 那如果將來,譬如說這些人士捐款,有名有姓的 他們在那個銀行紀錄裡有捐款裡面的 那他們會不會受到調查或者怎麼樣 那我真的不敢說了,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因為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那我現在推而廣之了 我也不會覺得這個問題是局限的這個独一二基金 譬如其他的組織,講一些NGO 譬如說你是保護動物的 又或者是其他這些支援某一類人士的 其實那個保護動物的那個都我試過 就突然間有一筆很大的捐款進去 一抓很大的捐款進去,他的戶口那裡 那銀行就可能開始凍結了他的戶口 就是類似的問題呢 其實就不用一定那個警方要做事的時候才能忍 因為這叫寒蟬效應 就是當你看到某一個組織 它有遇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其他組織都會害怕的嘛 其他組織都會恐懼遇到類似的問題 不一定入罪,但是起碼可能你面對那個拘捕 或者其他這些捐款的人 他們那個人身份洩露了 在銀行方面 喂,我不要搞那麼多事情啦 就是你搞就煩了我而已 我寧願不做你生意啦 就是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這個情況了 那尤其是譬如說你涉及到眾籌的 那遲些有眾籌發啦 那銀行一定很小心的嘛 所以這些機構是越來越難的 那你找到一個什麼方法去 去所謂籌期呢 現在是大家的困擾來的嘛 那有些差不多叫寧願不搞過啦 就是有這個問題 好了,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警方現在投訴律師和大狀失當 就是什麼呢 有人涉清義務代表被告 但是收取基金的費用 我不知道這個在法律上 真的會不會出現了問題 但是呢 如果作為律師 也有跟剛才同樣的問題 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不是 你搞那麼多事情幹什麼呢 你接這些案子幹什麼呢 是不是 就算有錢賺了 你不如不如不要做那些 就是其他什麼賣樓啊 引花啊 那些 做這個婚禮的見證人 做那些就更好 我為什麼這麼麻煩 我只是搞這些事情 除非你自己對那個 你自己的那個職業 有一定的期望 或者一定的信仰 你才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即使有 你現在就是拿是長生 是不是 其實前一陣子 就是我們前幾個月講過了 就是前律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Paul Harris 波爾 說一晚被這個 就是國安警察召了去 就是聊天之後 第二晚 就是連家人一起走 律師樓都關起來了 那我形容他是著草的 那另外一個了 另外一個律師樓 他也是接過這些這樣的 case 所以我相信 如果現在這個狀況 就不止六一二基金 本身這個問題 而是接這些 case 那些律師和大狀 都可能感受到壓力 壓力在於什麼呢 就是 你以前以為是正硬蕩蕩 根據那個法律的情緣 因為你自己知道法律 你自己知道法律 你自己知道 你真的想得很清楚才做 但是現在可能都會有這些疑問 在這裡 如果你怕煩的 那接著就是 你寧願不搞這個 那接著有人找你聊天 這些就是 就是 就是 未必公佈出來 那你自己也感受到壓力 可能跟著 我不做香港 那那下觀效果就是 你無論你大律師公會 或者律師公會 講幾次 就是香港仍然有這個 但是 那些律師 和那些大律師 其實是外籍那些 他們離開 他們這樣走 那大家都會出現了一個疑問 就是這樣搞下去 那怎麼辦 是吧 譬如我們真的要找人 就是去掃除法律那個法庭 就是有一個公義的裁決 那大家開始有這個疑問 甚至不只疑問 甚至認為都 就是不用想了 這件事 長期來說 這個對你香港來說 都不是一件 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甚至短期來說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所以你這些 就不是說 你發幾次聲明 或者你強烈譴責 堅決反對 這些外部勢力干預 是可以 就是令到那個市民本身安心的 那至於陳日君那裡 就是 我想是很現實的去講 如果其他被告 例如何韻詩 例如許寶強 例如何秀蘭 甚至熊可兒 其實他們都沒有去到國際關注的程度那麼高 但是到舒基就是另一回事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舒基的身份 就差不多接近 是這個教廷的大事 那你可以這樣講的 你可以很堅持去講 每個人犯法 我理得你多大 都會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 很現實去看 在外國 別人不是這麼看法 這個回到我們一直在講的問題就是 你自己 就是關門 你可以自己打飛機 但是如果你要和世界接軌 這個遊戲規則就要大家都有份去定 就不是你自己定了 那也都可以反過來 外國 也都不可以完全 按照他自己的遊戲規則 就是要把這個問題 去定 香港發生的事情 這個永遠是一個角力 但是去到陳日君書記這裡 就歐盟 美國國務院 甚至個別的外交部 英國 英國下議院 急切質詢陳日君被捕的事情 外交大臣 這個James Cavalli 就回應 事件不能接受 他也說 對於國會議員要求訪校美國制裁現任 及後任特首林鄭月娥及李家超等 在英國制裁 他說聽到的意見 但是不會公開評論未來的行動 我想很簡單 英國就不會跟這些大隊的了 不會跟這些 因為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做了效果也沒有 但是就算是這樣 如果在歐洲或者美國 基於現在那個 譬如對俄羅斯那樣東西 他們有這個制裁 搞定了俄羅斯之後 會不會回來 在這方面 要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呢 我想中國自己都會盤算這件事的 所以我們去看陳日君被捕的事件 我們不會覺得 純粹是一個香港內部的事務 很客觀地去看 這個是一個外交的事情 因為基於陳日君書記 他本身的性質 我再強調一次 他就算他是榮優 他其實都是教廷 教廷是一個獨立國家 雖然如果大家去過 黃麗江你會看到 在羅馬裡面一個小小的地方 那個地方差不多 和油麻底那麼大 自己有一個成這樣 但是這個是一個國家 他自己發的護照 有自己的銀行 在歐洲來說 很多國家都還在尊重 這個教廷本身的主權地位 那你在中國 你現在也需要一件事 就是因為如果 教廷 黃麗江是和中國建交 和台灣建交的話 台灣在歐洲已經沒有任何的國家承認他 在外交上 這個說話應該說得清楚一點 就是 絕大部分國家和台灣 都有經貿的關係 文化的關係 或者其他關係 但是政治上 就不會承認他是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 在歐洲只有教廷 還是和台灣現在保持幫交的 那如果中國 在北京在這方面 他能夠令到教廷和台灣建交的話 台灣在歐洲 就完全沒有這個國家承認他 那在權衡之下 現在教廷處於這麼尷尬的局面 如果他是急於和這個 北京建交的話 很多信眾就會質疑 究竟現任的教宗 這個方濟一誓 他究竟去衡量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現實的政治的態度去衡量 還是以聖經裡面的標準去衡量呢 聖經是哪本聖經呢 是天主教那本聖經 不是現在中國大陸裡面那本聖經 那一定有一個很清晰的準則 不會說有些糊塗 我們沒有辦法的 現在我們去這個要有現實的政治 如果說現實政治呢 就不需要有梵蒂岡的了 就有其他 譬如收拾個教堂就算了 那之前 譬如這個梵蒂岡裡面 變成一個所謂實際上外交部長都說 無論你這些情況 無論你是投訴或者你去抗議是沒有用的 如果是這樣 就不需要有天主教的了 你想想最初的時候 之後面對羅馬帝國的打壓 很多人的相關 由聖伯多禄 到其他後來的相關 過需要屠勢 有幾個人 因為在有打壓面前 有幾個人 要去獻身 那獻身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不相信這個世界是唯一的世界 到最后是有耶和华有天主的大审判 到其实你做过这些事情是不是要面对那个审判呢 你今天软弱 教庭追悼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教宗软弱 这个将来他们都会受到天主的审判 你现在要负责那个不是对现在这个现世的世界 是对将来的大审判 那你今天做过这些事情 将来耶和华就会跟你计数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方济虽然它会远 现在是软弱 或者反应会缓慢 甚至香港教区的反应会缓慢 都不敢说了 但是我认为迟些他一定要表态的 因为北京给你压力而已 美国、欧洲都会给你压力的 在现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觉得书记他是很坦然的 你看他出来的时候 他拿着拐杖 慢慢来不出来 但是你看到他没有任何这些恐惧 或者觉得很不公平之类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如果在他的宗教角度来说 神已经安排了 神一定会眷顾一些忠于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担心 我们也不需要激动 文俊 我也是说了很多 你有什么疑问呢? 没有任何疑问 我的角度就是放了他 说真的这个老人家其实都做不了什么的了 还有第二件事 可能是小粉红的什么都好 昨天听我们说的 留言 又说他收了很多钱啊 受外国疏败啊 坦白说 他是樊帝说的嘛 他是外国的嘛 怎么疏败呢? 他是这个教庭的代表来的嘛 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小粉红 麻烦你们的水平可不可以高一点点呢? 读多一点书好不好呢?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梵蒂岡呢? 我讲了一个日试给你听 这件日试是真身经历的 有前几年我去梵蒂岡旅行的时候在门口排队 后面有个粗普通话的人说 这件什么家啊? 我连到什么地方啊? 我们在梵蒂岡面前 这个人就这样问 后来这个人就为了一瓶水 进去的时候要检查一瓶水 跟那个导游大吵架 因为他坚持要带水进去 而呢 原来在里面就不能带水进去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小粉红 都不知道怎么回应 还有呢 以他这个年纪九十岁人 其实钱对他来说不重要了 当然啦 我坦白说 你天主教哪有自己的财产 常恩神就是没有自己的财产 因为所有财产都是耶和华的 都是神的嘛 你自己的钱不是你自己的钱来的嘛 所以呢 譬如小粉红出来 又说他收了多少钱 又说他呢 他策划些什么 就是为了得到好处 坦白说 我深信这件事 人世间的富贵荣华 不论钱 你说以至好吃的东西 一切的物质 或者是女人什么都好 在他这个年纪 其实对他来说 就没有意义 你不要说他本身是一个神职人员 我相信 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年纪 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直接这么说 而且你说他什么 说他什么 其实这些就是 比你们口中的司徒勾吹更加勾吹 你完全是想的 你觉得是的 你永远这帮人不停跟我说 或者不停留言 就说那些黄丝黑暴啊 永远都是收了钱做事啊 上海的人呢 又收了外国势力的钱 跳完后就安家费 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是用钱 可以解决到的 我觉得绝对不是的 正如一件事 如果你说到甚至乎 什么香港什么百万人上街 全部都是外国势力 按人头派钱的 是啊 那你派了多少钱 如果你说那天一百万人上街 你每个人派多少钱 你一定会有交易纪录 甚至 你可能好像某些 那些白衣人啊 那些乡议会啊 那些乡亲势力的 被人拍到有个 那些不是叫鸡头 有个负责人拿着搭钱 在按人头派 你会被人拍到的嘛 那你拍到也是那些白衣人 拍到也是那些 那些乡亲势头 你回到你说的黄丝黑暴 没有的 那你直接没有理据 然后你回答我们说 总之有就有 那怎么做呢 那这情况就是 你强行说一些 根本就是 你说实质的证据又没有 而且用逻辑去想 都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例如你说 你交了一个证明 你跟我说 那这帮人呢 是当时出去游行 每人的户口 同时 每天都有多一千元进入 那你都起码叫一个 就是一个证据 就是无论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也好 起码你叫有些东西提出来嘛 而不是 那情况就是 就是 就是你完全用逻辑去想 都是啦 你这么多人怎么派钱 就是你要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呢 真的不是用你们那个逻辑 你们那个的级数 去想的那些事情 就是我不要紧 那我执钱给你 这个是你们那个的想法 但是你们多人 多极 就是那几十人 是吧 你那些刘浩山刀手 多极出来 去到处打人 到处吃 那十几十个 而且很幸迹的 你打那些都是 老弱妇孺 打那些平民 都是一些 没有反抗力的人 就是是不是 喂 你试试你打我这些 是不是 我不会理你哪里 你无端端走过来 你说我是黄丝黑暴 然后打着我 喂 大哥 那是钢铁命 对吧 倒回来 幸好你遇着那些 好像你那些 非天蓝 还是非天珠 那样 是不是 你去砍一砍到自己的心脏病 喂 叔父 有时候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给天修 天蚓搞够你 所以很简单 你去做这些事情 包括你现在这样去对陈书基 就算你说我信佛的 我信什么 我信什么 我都说 这个世界什么宗教都是一个整体 其实就是 阿文遵 你说得对我 有一个问题 你信不信有大审判 最终审判 一定会有 而且 而且天啟四骑士 其实告诉你 一定会有 你无论任何宗教 只不过他用了另一个词 去跟你说这件事 你看埃及的神话也好 甚至乎你看其他 他们也是有去说一样的 就是 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 正如在元宇宙那样 全部有痕迹记下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做的事情 所有事情 将来没有代价 如果那件事 你真的 你没得说事 例如 别人拿一枪指着你 叫你 你一定要打死前面 这个你不懂的人 那你为了保育自己的命去做 那你都可以 也不是没有罪 只不过罪业 没有你自己自决去做那么重 那如果你自己自决 例如有些人 你决定又要做多了 sorry sir 这句都不能说的 接着另外要逼巴香港人 什么起荒仓 搞一些旗子出来 就是说 现在 你现在不是说 未上任的 对上任的 你都很大罪 其实你 不止你用你人世间的静下时间来还 你死了 你要用你的灵魂来还 所以呢 就是 都是那句 你对这些神职人员 有时 就算你说 喂 这条天主教跟我的事 我信佛 都好 什么都不信 我信我自己 是的 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 我信李sir 行 没问题 你都是有信仰 所以呢 你说人呢 其实永远不可能 是有永远的无神论 也都永远不可能 是有一个叫做 什么致善 或者致恶 其实善恶 信仰 三样东西 是三为一体的 你跟我说你无神论 你信无神论 你已经有信仰了 所以 有时这些东西 大家就 老身常谈 什么 积福不是为人的 是为自己的 所以 怎样都好 以及刚才我说过一些 就是 用政治作为藉口 喜欢乱打起人 喜欢乱去做一些 伤害别人的事 堂而皇之 再去制造一些猛的事出来 去陷害人 这些罪业深重呢 我跟你说 好像飞天蓝也好 那些什么都好 坦白说一句 如果你出来走的 你说你自己是一个 有势力的人 或者怎样都好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 都要讲道义的 尤其是你出来走的 你三点水的 你怎样可以去做一些 叫做伤害平民百姓的事 就是很简单 你做放数的 江湖规矩 第一 不会放给妥地的嘛 你难道放给旁边的邻居 然后天天走去 走去兇他 然后不行啊 行 那你喊了 不是 很简单 你走去 你还不到 行 你老婆你女儿去做鸡 难道你做这些事 这些是没有道义的事 所以永远就是放数 又不借给陶地 另外第二 拳头就是要对外 很简单 你自己人 难道你伤害到 我不明白 其实这件事是违背良心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 你有什么可能 走去无缘无故 去襲击其他香港人 就因为他穿一件黑色的衣服 或者你说他戴一个黑色的口罩 或者你说 你觉得他是黄丝黑暴走去打 永远呢 人的良知 是不能凌价政治之上 我再说一次 人的良知是不能凌价在政治之上 不可以去说一些 而你背后你去说 去投机那些所谓政治 你去说陈日军书记 收什么钱 收什么钱 受到外国势力影响 你又何尝不是受一些势力影响 你又何尝不是去招一些维稳费 安家费 对不对 那反过来做人的事 人要有人格的嘛 他给你多少 他给你多少 他打草这些人的时候 终有一天 那你见到 林郑什么下场的 你见到 其实他和你们一样 只不过崗位不同 做的事都是不同 都是去伤害平民的 其实 那伤害平民的人 去到最后 你背起所有 市民 背起这个社会 的下场是什么 自己也看到 所以有些人就说 文俊 你背后有什么势力 对啊 你说得对啊 我的势力就是 所有香港和澳门的人 他们要站在我后面 这一帮人就是 我背后最大的靠山 就算文俊有什么事 心脏病死了什么都好 那个精神仍然 在这一段录音流传 所有听到的人 就会传让下去 嗯 所以有时候 这些东西呢 抓陈日君背后 你可以看到 就是牵涉一样的 就是人性的良知 还有那个叫做 对一个老人家的壁霸 如果你陈日君 是黄之锋年纪的 你说要等陈日君这些年轻人 就是黄瘦阿虎头 那他这样的年纪 也算了 但是 你说 去到他这样的年纪 你还说要落孖叶 嗯 还说要落首尿 这样去 去探他 你很幸的 你就会在中世纪 如果不是 只是一对圣殿骑士 一对医院骑士团 都搞够你 你都死了 我跟你说 真的好幸的 对啊 你知道吗 你如果你是在有信仰的地方 你这样去落一个首尿 去抓了一个当地的教皇 嗯 当地的骑士团 当地的战士 当地有信仰的农民 嗯 全部是和整个城市为敌的 是啊 所以去到最后 我只可以这样 刚才那段都是 说得很清晰 但是我也想补出一样东西 就是何首南 他是在监狱里面 那你都何必要在监狱里面再抓一个人呢 就是 这件事都是 那算我孤立打文 以前在广播的时候 可能都出现过 但是就算我做生了 我都没发觉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近年呢 就很多了 你坐牢的 有第二条出来 再抓到 在监狱里面再抓多你一次 唉 我觉得 台长啊 你玩大富翁啊 玩一只游戏啊 他都告诉你 你进去坐完牢 你都要出了狱 你再发那张入狱症 他要再走一个圈 你才可以把他放进去 我猜你大富翁不是坐牢 坐牢 坐牢到二十多三十个回合吧 是不是啊 所以 就是有时候 这个世界呢 当你有时去到这些 规矩也没有 良知也没有 什么东西也没有的时候 不如这样 你当救赎自己 最后一样就是 你驱逐他 你驱逐他 是吧 很简单的嘛 剪掉陈乐军的身份证 你以后不是香港人 剪掉你那个 假如他有香港户照 剪掉他 驱逐他 是吧 你是教会高臣 叫凡帝光接回去 拿凡帝光户照 拿凡帝光身份证 是吧 驱逐他 你觉得你有问题 何秀兰 你觉得你有问题 驱逐他 何秀兰 那些应该 你看一下 加拿大 英国和美国 狠不狠 去接纳他 是吧 何韵斯 驱逐他 是吧 你剪掉何韵斯身份证 剪掉何韵斯香港护照 驱逐他 是不是 你把他扔回他的外国势力 不要紧要的 甚至乎如果你觉得 文进和台长 两个人说话很难 你驱逐我们 是啊 你驱逐我们 然后你把台长扔回台长去英国也好 盗州也好 你顺便把台长带过去 我们是被你驱逐的 我看看外国是否有地方可以收留我们 有时的事情 甚至乎你一辈子不能再踏足香港了 你就你够胆这样做 没错 不紧要的 就是你问我 你现在我说几句话 导致你这一辈子都不能踏足香港了 有没有所谓 第一,我的朋友现在很多香港都不在了,全部移民了,移居了 第二,我喜欢的香港,现在还是我喜欢的香港吗? 现在香港的旺角尖嘴,小时候那些出去买玩具,看旅,现在还有吗? 有没有啊?还想去元朗啊,去三军啊,去荔枝园,去栗子园,去栗子园,有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没得玩啊,其次人又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根本香港就不是香港了 你现在再这样下去,等老一辈那些上了天堂,野食都没了 我说真的,你香港的本地食物慢慢没了 换来的就是什么水煮鱼啊,什么喜茶 老实说,我为什么要来你香港吃水煮鱼,为什么要在这里喝喜茶,为什么要吃麻辣汤啊? 屌你老尾,是不是啊? 神经病的,你问我,你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的了 香港是不是香港?不是的了,现在其实香港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在这里呢? 第一,还有朗哥,还有火爆大叔,有蝎子王,有台长,謹如的朋友在这里 如果你跟我说,这些人将来都不住在香港的了,他们有其他的地方去的了 香港我就一世不去都没所谓了,没有归属感的 是不是啊?真的啊,你问我,没有归属感的 还有什么东西要静啊?去到我这样的年纪 就是你跟我说,香港就少了个现时点,少了个信和中心 你以后不能买高达的了,你以后呢,不能在香港玩超人的了 那我就一世不玩高达,不玩超人了,有所谓吗? 根本就算我写报纸,你说你不买玩具,你还能写到什么 我写一世都可以了,我这么多东西,我这么多都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怎么会担心啊?不玩玩具就不玩了 其次你说,喃,你不来香港,你没有chanel买,没有劳力试买 那我就去其他地方买,去欧洲买 去瑞士买,是不是啊? 你真心爱那样东西,你是研究那样东西 就不只是买到物质的问题,是不是啊?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司徒文俊这些基层 没有知识,没有学识的人 都可以告诉你,什么叫良心,什么叫道理 以及什么叫价值,什么叫香港 其他比司徒文俊更加厉害,千千万万的人 你认为他们还没有留在那里的价值 你今天这样去拉陈日军 你认真一句,无论天主教,基督教徒 你认为我们会怎么想 嗯,是不是啊? 这个是我们的教皇 这个是我们的宗教领袖 是不是啊? 就算你基督教也好,据天主教也不好 但是大家都是看圣经,大家都是那些人名都是信奉耶和话 这个就是神的代言人 嗯 你连神的代言人,你都要这样去冒烦 你都要落手了 嗯 咬你老美 是吧? 你连宗教也不会去尊重啊 嗯 你连一个活性的人都要这样对待 嗯 那何况其他? 其他人 我还怎样安心去给我的小朋友 我的下一代继续在那里去什么? 去到有一天你喜欢的话 你说一句 连唱圣诞歌啊 都是犯法的时候 就不能给过圣诞了 是不是啊? 全部可以过佛丹过清明 是不是啊? 过木丹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啊? 有时候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叫做政治也好 意识也好 不是凌鸽这个现实 不是要取代所有的文化的 你不愿拿着想 李sir你上台 按下繁体字 以后只可以写简体 你全部不懂写简体字 例如司徒文俊的人 定义他的文化 不懂写字 然后其次 所有香港的公民 全部不要用英文 全部用简体中文 任何东西都是 身份证都改成简体 好不好? 你反正都是这样 你不如走得尽一点 你不如一次过 然后其次你颁布法令 所有人你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 全部拉斯吉诺 全部展示你身份证 最重要你要是证明你是驱逐他们 驱逐的话他们就是难民 难民就是已经是一个 令外国会接收他们的理由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是难民 你自己走 不是 是你驱逐我 好像人家打工那样 公司你炒够我 那我就走 你解雇我 而不是我自愿离职 我自愿离职 你说我移居 你驱逐我 你直接把我们这些人放逐 你这一世都不能再踏足香港这个神圣地方 没问题 你顺便 中国都不能踏足 没所谓 你讲了你的问题 接着我们下一节要讲 就是现在有传说 在中国里面 那些朋友要离开中国大陆 被剪这个护照 那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下一节回来 不过我心情真的很低落 下一节回来 下一节回来 我现在不带口罩 虽然我现在不带口罩 但室内就只有我一个客人 那这家火之神 就是以这个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为卖点的 那今天老板呢 就特别为我做了一道 很受欢迎的菜式 那这个就是海鲜汤 鲸鱼汤底的这个海鲜汤 海鲜粥 配些什么呢 就是饺子 另外一个小食就是这个炸鸡鱼 那我首先试一试这个汤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 一拔出来 有这个八爪鱼 哇 相当鲜味 再搭上这个饺子 嗯 嗯 嗯 应该搭上去 再试一下 嗯 嗯 嗯 鲜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饮食节目了 所以呢 就再做了这个 枝滑屎 大家不要怪 现在出人下午 但都要喝 要对分 对分 一瓶 那这枝就是正的 正的 火定 那接着呢 就试完这个小食 那这个呢 就是鸡翼 那我们加一点 这个沙律醬 上面 嗯 哇 里面一咬出来有汁的 很滑 很鲜味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片 食肆大动 引起你去食育 就记得 在六点之前 不要 六点之后 就来到这个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肆上 光顾一下 就帮这些食肆呢 去製造一个口碑 让大家知道呢 其实香港有很多好美食的 多谢各位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 司徒文俊频道